爱情诈骗时有所闻,这名被刑警送办的印尼籍女看护,疑似被诈骗集团成员透过交友平台或通讯软体谎称是联合国医生,每日殷勤问候营造恋爱假象后进行诈骗,不料却从被害人变成车手,经营幕后疑似奈吉利亚及嫌犯指使,不断帮忙出面收款与汇款洗钱,初步清查从109年到111年间, 多次协助犯罪集团收取账款,被害案件达10件,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400万元 那滴贤这边,他这里他自己认为说,他目前聊天的对象是一位医生,那被爱情充分了头的滴贤,因为信任说这个是一个医生,而进行这个犯罪的手法,但是滴贤,他因为前面已经多次做了这个行为,并且经过警察单位,还有警察单位这边传唤。 他是在知情的状态之下,后续又再继续去跟被害人收取款项,那本案本局跟铁物警察局,还有松山分局,一起到市邻居,一起到内湖滴贤的住所,将滴贤居提到案。 这是一个419的一个诈骗案件,那为什么叫419诈骗呢,因为在国际上,奈其利亚,这个是一个恶名昭章的从事爱情诈骗的一个犯罪集团属在地,那因为当帝国的一个诈骗习法是419条,所以简称为419爱情诈骗集团,那他们通常呢,会伪装成这个先进国家的一个高官人士, 大部分都是高富帅的白人,来进行一个社交工程的爱情诈骗,然后呢,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一个被害人,那这个案子呢,是发生在我们台湾,一样有10米以上的一个被害人,那他也利用了一个外籍的一个移工来从事一个洗钱,那洗钱的方式呢,是向被害人收取款项之后,再利用我们这个BTM,BTM就是我们那个Bitcoin的ATM, 是一个自动交易的一个虚拟货币的系统,来把钱洗到这个耐紧利亚去。 刑事局提醒,网络交友陷阱多,与外国网友来往,应提防对方以甜言蜜语哄骗,并且避免未曾见面,便听从指示汇出款项,或应信任网友而提供账户协助取款,以免沦为诈气共犯。 记者理计会台北报道。